去年六个县市的年度精选新闻 让您不错过地方大事 首先看到这是被誉为最接地气的美食评鉴 500盘美食榜 请来了50位名人各自选出10道菜 获奖餐厅是涵盖全台 而发源自北投大地酒店的川菜品牌 起研一号 这次也荣获了4盘的肯定 那么究竟有哪几道美食获选呢 接下来新闻就带您去品尝 500盘的风潮您跟上了吗 社群网站上最近超行的话题 500盘美食榜 是由联合报系旗下青年媒体500集原创 第一份台湾人观点的美食评鉴 请来了50位背景多元 却都爱吃懂吃的重量级评审 每人选出过去一年 让他们念念不忘的10道菜 共同完成这份精彩舌尖品味的名单 500盘算是这一次 属于第一次台湾人观点的一个评鉴 500盘菜 如果一天我能够有机会 吃一盘到两盘 我觉得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list 对大家来说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我们马上要公布今天的得主 大地酒店奇言一号 四盘得主欢迎恭喜 发源自北投大地酒店的传菜品牌 奇言一号 这道麻油鸡酒饭 让注重用餐气氛的蔡康永 大赞是跟朋友聚餐的绝佳选择 因为米酒的比重在快要超过了程度 酒香强烈 米吸收了香味之后 和其他米糕跟红薰饭相比 辨识度很高 一群爱喝的朋友们聚餐时是更加开心 他要把我们原本里面麻油 我们那个里面有鸡有姜有麻油 把它整个味道吸附在米里面 所以你必须要生米 慢慢去让它这些 就是我们煮好的味道之后 融合之后 这鸡肉麻油姜 整个味道融合之后 还有米酒在滲透到米 所以它吃起来的米就会很有味道 就是很有层次 而且你米粒也不会 因为感觉外面烂烂的 可是里面还有一点 就是最里面还有一点Q净 所以它呈现就是 应该说现在人在注重吃的是要有层次 我一直在讲 吃东西不是 这是一种享受 要有层次的感觉 又不是一昧的嘴角好吃而已 这道菜同样受到了建筑师 陈瑞宪的青睐 盛赞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饭 而热爱川菜的陈瑞宪 可是一口气推荐了三道奇岩一号的菜 甚至说奇岩一号是在四川以外 在台北吃川菜的首选 而让奇岩一号打响名号的香味剁椒鱼头 当然也在名单内 我们南部真文水库的大头莲 那其实它光头部会重达2.5公斤左右 然后我们再做对半 那师傅的话 上面的话 还有我们师傅自制的一个剁椒酱 那里面有那个泡椒灯笼辣椒 还有一些那个朝天椒 对 师傅自己边炒过的 然后再淋在上面 最后再嗆一道辣油在上面 等一下还会再附上我们北头这边的一个白面条 搭配我们的酱汁 对一起享用 看起来这道料理是很辣 但是其实吃起来是蛮顺口的 那因为本身是不吃辣的 那我觉得这道料理的话 它的鱼肉是蛮鲜甜的 那搭配它的那个辣椒 蛮温和的不刺激 所以吃起来还蛮顺口的 红通通的它主要是辣油 辣油它的颜色是辣椒的辣椒出的颜色把它提炼出来 对 而且我们的辣油里面是自己去提炼 这刚刚一直强调 强调因为这跟我们帽牙构是一样的 其实它很多用中药的方式去提炼这个油 把它提炼它的香气 而有油脂里面又有把辣椒的那个颜色提炼出来 那它整个就是感觉很通通的 而且很香 而且加上我们的那个泡灯笼椒 它是经过天然发酵 因为天然发酵它有产生那种乳酸菌 主要有那种很让你觉得很吃欲 会让你开胃 而且一直想吃 而且拌着那个酱汁拌着面 鱼的鲜跟那个酱汁还有香气 整个融合在一起会很好吃 陈瑞欣在接受专访时表示 这是一道眼睛的饗宴 一上桌的摆盘方式筷子都不用动 就知道是一道好吃的菜 因为知道师傅用了心 而不容错过的还有这道天府冒鸭锅 锅里炸得金黄酥脆的 是宜兰樱桃鸭 而这是天府冒鸭锅的主角之一 师傅严选28天的宜兰三星樱桃鸭 研制一天后先入锅蒸40分钟 再下锅油炸 喂的就是让鸭肉柔嫩 却又能吸附汤汁 而另一个主角就是这锅 红通通兼具香麻辣的冒菜锅 将灯笼椒、花椒、中药材 和自制辣油 及独家麻辣酱汁等熬成汤底 再加入鸭血、石酥、油条等10种食材 就完成了奇岩一号的全新菜色 天府冒鸭锅 鸭是用宜兰的樱桃鸭 养殖28点 所以它是要有特定的地方去去拿 所以这个原物料取得比较困难 还有我们锅屋里面的 刚刚有讲到的香料 香料里面的香气的搭配 还有里面的螺和度的搭配 所以要做一些调配的方式 它是一个比较属于能喝的汤头 主要是里面的香气 香气很浓郁 而且还让你吃起来很顺 比较不会那么的燥热 其实麻辣锅在普遍上面 麻辣锅都是燥热的 因为里面有很多药材 重药材在里面 你重药材搭配的没有很好 它的燥热 因为重药本身都有含燥热的东西 所以你要去一些解燥热的东西 去放在里面 而且要让它汤头喝起来是顺口的 花费相当多心血研发的天府冒鸭锅 两大主角完成后 还有一大亮点 就是上桌前的这个步骤 师傅在桌边先把鸭剪成小块 酥脆的声音令人食指大动 鲜嫩多汁的鸭肉 更是挑动着味蕾 下锅和冒菜锅一起炖煮 这时宁可别急着冻筷子 因为这道菜得要花点时间等待 大约十分钟后再品尝 那种鸭肉的香甜 搭配上麻辣汤底的咸香 绝对能够让您打呼过瘾 而顺口香醇的汤底 则是扭转麻辣汤 无法入口的印象 令人一碗接一碗 停不下来 被誉为是最接地气的美食品鉴 500盘获奖的餐厅 跨越了不同菜系价格 绝对值得民众按图索计 前往品尝